主席 及時間問回剛才想問的問題 希望局長真是了解到香港市民的關注和不滿 你作為大掌軌 香港公帑和很多的收支 很多都是你負責去看 還有最後你有機會給意見 當然某些決定未必是你個人或者你的局可以作出 你看回整個適合到機場的問題 一個是民航署 一個是機管局 整個機場好像是個超級王國沒有王管 民航署將那些寫字樓作跳舞室 跳舞室被審計署動完之後 然後就改造太極場 總之他們就好像一個超級王國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超豪的電視 超闊的寫字樓 超多的享樂場地 那麼機管局 要做這個第三跑 又完全漠視的機制 我們問了很多個問題都未回答 我上個早幾天問特首 即是回答到一批屎 完全沒有掌握那些議題 那麼剛才我提到 早前問過就是有關這個機管局 發展三跑那個財務計劃和那個經濟效益的評估 已經有不少評論指出 即是很多的資料是誤導公眾的 所以你作為總長軌 收支方面 可以完全扭曲程序 完全不離立法會 涉及到有關注資等等的問題 即是 給個機會你簡單答一答 你怎樣看你自己的角色 是不是上面那些說了那些 你完全沒有了個人的尊嚴 沒有了你那個位置應有的職責 總之就私為素餐 有良出算數啦 你作為你以前都是學者 你都是小小的尊嚴 為香港人做小小的事行不行呢 局長 就住那個經濟效益那裡 其實機管局這麼幾年來 一直做不動的研究 那就是 政府當然是在一個比較高層次的情況 那個角度去看一個機場的經濟效益 這方面政府認同 第三跑是重要的 是有需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很快就到寶和 還有 亦都因為 我和你講那些經濟評估報告 那些資料都是錯的 是吧 就是最簡單 你答問題以前很爽朗 我剛才都疾了疾了 證明你都是口不對心 是吧 即是說回那個經濟效益 譬如很簡單 去機場那個評估 將來那個回報 不知三點幾 那個說法好像是三點幾 很多的數據 就估計將來中國 未來的二十多年的增長 都是百分之七的增長 是吧 即是 很多這些數據推算 明眼人和比較熟悉 很多經濟發展的人 都覺得這些數據是 趨大和創引度的 你作為負責公帑的掌台人 你會不會看實這些資料 你都要給個獨立的意見 不可以讓他們胡亂 即是任意妄為 將香港的公帑 完全倒入鹹水海 現在講的一千四百一十五億 局長 很快兩點 而且民航處也是沒有網管的 是吧 很快的 麻鷹你又管不到 雞仔你又管不到 麻鷹你又管不到 雞仔你又管不到 很快就答了 好不好 因為經濟數據方面 我沒有資料 但我記得 政府當年看過 是同意這件事 是對香港有好處的 很大的好處的 關於財務安排那裏 我相信民房那裏 都提供了很多資料 謝謝大家